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在上海来讲 经常因为房产的原因产生很多矛盾 也有很多故事 之前我们讲过水果摊的 这个人照顾了老伯 然后老伯把房子让给了水果摊的主人 而自己的妹妹大老远从海南岛飞过来要抢这个房子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不胜美举都有 但是最近一位上海老伯去世之后 他的房产赠予了他的妓子 而这个妓子是跟他几乎没有来往 尤其是在生病病故这段时间 这故事怎么回事呢 老丁是之前和一位姓吉的女士 也有过一段婚姻 那这个婚姻呢实际上也是二婚 吉女士是带着自己的孩子来 嫁给老丁的 所以呢这个吉女士的儿子曾经一度也改姓过丁 是他的妓子 但是呢他两人关系并不好 所以老丁跟这个吉女士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和吴女士结婚 而吴女士的女儿藏运呢是非常贤惠的人 人家呢无怨无悔的照顾了老丁最后的这个日子 把他养老送中 而老丁生前呢从来没有留过遗嘱 但是他以自己名字呢 实际上是买了一道房子的 有一套房产 而这套房产呢 最终在办理这个遗产的时候呢 却无法落到 藏运女士的手上 为什么呢 因为公正部门发现这个老丁有他的这个继子 而这个继子呢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所以这个这一下不对了 这个这个房子的产权算下来 百分之五是吴女士 就是他的后来结婚的这位女士 而百分之九十五呢 是老丁的 在吴女士再分下去呢 吴女士取得百分之七十是吴女士取得 百分之二十五就藏运取得 排除这个吉先生的这个继承权 但是呢二审判定的情况 却让人大丢眼镜了 大掉眼镜 就是这件案子争夺到最后呢 这个房子并不由这个藏运来获得 而因为他跟藏运并没有血清关系 所以呢 藏运并非老丁的法定继承人 而这个房子就落到了根 这家人只是有过这么一个过程 有这么一个名分的吉先生身上 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但这件事情对于这个社会工序良俗来讲 其实是产生非常不好的作用 所以如果二审这样判的话 目前其实吉先生的名字 已经登记到房产镇上了 那一定会让很多人寒心 这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再改判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